欢迎来到中年频道! 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! 偶遇迪丽热巴拍戏! 围观的人超多,她真的好美啊,太惊艳了! 近日,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偶遇迪丽热巴拍戏的经历! 现场围观的人群超多,大家对迪丽热巴的美貌和才华赞不绝口!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,涉及到了对明星隐私和工作环境的关注! 提到,现场聚集了很多人,包括对迪丽热巴电视剧的粉丝和路人! 大家对迪丽热巴的美貌和出色的表演,给予了高度的赞赏! 其中,有一位中年妇女表示自己多次看迪丽热巴的电视剧,每次都觉得她特别出众,对于能亲眼看到她拍戏感到非常激动! 然而,也提到了现场的混乱和工作人员对观众的呼吁!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,明星们也是普通人,同样需要一些私人空间来完成自己的工作! 她希望围观的人能够保持秩序,给演员们一个安静的拍摄环境! 这也引发了网友们对观众行为的讨论! 在网上的评论中,一部分网友表示对现场太过火爆的场面感到不舒服! 他们认为,围观者的冲动行为可能会给演员带来干扰,应该学会尊重明星的工作,给他们一些独处的空间! 而另一部分网友则表示,能近距离看到明星拍戏令人激动,只要能保持秩序,明星应该不会介意多一些粉丝关注! 这件事情反映出了粉丝和明星关系的一部分问题! 部分粉丝对明星的崇拜过于盲目,忽视了明星也是普通人,需要一些私人时间和空间! 这种过度崇拜可能会给明星带来困扰,同时也会影响到明星的工作效果! 作为观众和粉丝,我们应该用理性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明星! 欣赏他们的作品和魅力的同时,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和工作环境! 只有以这种方式去对待偶像,才能让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美好! 正如那句古语所说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我们应该站在明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! 如果我们是明星,也不希望在工作中受到过多的干扰和侵犯隐私! 因此,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偶像,尊重他们的工作和个人空间! 来说,通过偶遇迪丽热巴拍戏的经历,引发了对明星隐私和工作环境的关注! 作为观众和粉丝,我们应该用理性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明星! 只有以这种方式去欣赏偶像,才能建立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! 明星们同样是普通人,他们也需要一些私人时间和空间来完成工作! 让我们一起尊重明星,让他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! 感谢您观看视频!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!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!